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那种 就是自己跟别人吵架吵不过 但是很喜欢看别人吵架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 人称美妆圈 朝阳群众 那有热闹我就往哪村 今天我就拿几个 我觉得吵得很凶的几个品 我拿出来跟你们聊一聊 你们不针对任何人 我也没有骂别人的意思 首先 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激活糙米水 真的展现了什么叫做梅瓷海硬碰 我几年前就一直推荐油皮 去用一些像糙米绿液 酵母发酵产物这一些的成分 它的好处就在于 可以帮助你去调节皮肤水油平衡 又可以不通过S的方式 去帮你代谢老黑角质 而激活这个糙米水 它比起其他的发酵类产物的那些水来说 它的效果会更快肉眼可见 而且质地也是真的超水 坚持下去 你就会发现你的小皮股慢慢消失 拔了以后你就让脸光滑到起飞 这玩意是真的好用 这么大玩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好跳的 那当然啊 甘皮不要碰 下面这个Kate女鬼精华 我之前吐槽了被你骂死 我来看看你们怎么骂我 明明谁谁谁也推荐了 他比你懂你懂个屁 明明我用了的确白了 你懂什么 两个点 一个 黑纯的不耐受 它是有滞后性的 有很多人他出现不耐受反应 得三天后 甚至有人是一周后 等到你发现你自己有不耐受反应的时候 已经 而且基本就会来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其次我是认可女鬼的米白效果 但是你如果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 就非常多稳妥 温和 甚至性价比更高的方式去选择 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呢 Why 我也不是被骂了 我觉得难过还是怎么样的 我也是希望你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们真的不要是盲目的追求浓度和效果 最后我老的那瓶用完了 给你们开篇新的 就是科研室这个 我非常喜欢的一瓶白白金虎 看到了很多人反馈说用着大半瓶 白不起来 大牌在骗人 那作为野生推荐官 我没收到他们钱 但是我还是要帮他们说句话 首先它是个大牌 它要照顾到很多人的使用感受 所以说它的温和度首先是有保障的 其次它的核心逻辑是透明VC 还原黑色素抗氧化 低浓度的水氧S去代谢黑色素 波色因还可以防止黑色素的聚集 所以说它整体的通路很全 而且思路非常明确 它是每一条路都走 但是每一条路它走的都比较慢 但是你只要坚持下去 你就会发现 量变是很容易形成质变 它就会变成均匀透亮的全链的大 这就是大牌精华的可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自己掂量去吧